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府也只有一个领导 长得像土匪猴子似的 十分凶狠 结果被孙悟空抱锤了一顿 其实地府的不止一个阎王 最高领导也不是阎王 在原住中 孙悟空满了342岁 于是地府派出两个鬼差来勾他的魂 到了阴间门口 他才突然酒醒 自己怎么到了这个地方 于是掏出惊呼望来一顿暴打 当即把两个勾死人 直接变成了死人 孙悟空还不甘心 他直接又会望往里打 十王正在周末小聚 一听鬼差来报信 赶紧出来迎接 孙悟空道 我本是花果山 水连栋 天生圣人孙悟空 你等是什么官位 十王王公申道 我等是阴间天子时代名王 孙悟空道 快报名来 免大 于是 他们分别报名 我等是秦广王 楚江王 宋帝王 五官王 阎罗王 平等王 泰山王 诸师王 变成王 转伦王 所以 阴间并非一个阎王 而有十个部门领导 统称为时代阎王 但是 他们还不是最高领导 孙悟空大纳帝府之后 帝府马上组织人上天庭告状 原文是这样的 下面又有个先王天师启奏道 万岁 有名思秦广王姬 奉幽灵教主帝藏王菩萨表文尽声 朋友传言韵语 接上表文 与王毅从头看过 这个表文最后的结语是 贫僧俱表 貌独天威 扶起调遣神兵 收降此邀 整理阴阳 永安地府 紧道 大家看结果 是贫僧 也就是地藏王菩萨的自称 从这封告状信里 我们也很明显看出 十王其实归地藏王菩萨管理 而地藏王菩萨 来自西天 趁假孙悟空风波中 两个猴子道地府 也是地藏王菩萨让坐骑地听辨别的 最后听从他的建议 把矛盾上交到如来处 地藏菩萨范语 奇迹尔派因其安忍不动 犹如大地 境遇深密 犹如密藏 所以得名 地藏王菩萨在当菩萨之前 是一名孝子 佛典记载 他在过去世中 曾经几度救出自己在地狱受苦的母亲 后来他成为菩萨之后 见地狱还有不少人受苦受难 于是发出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的坚定佛语 可见 地藏王菩萨是一位执意为人 言行高尚的佛门菩萨 他的民间口碑非常好 只要常念他的佛号 亲人就能在阴间受到后代 自身也能完成夙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